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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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女主打电话 女主透过窗口也看到了 挣扎了下便不顾一切地冲了出来 将她送到的医院 可杰弗里爷爷却露出了开心的微笑 难道这一切是他为了帮助女主走出房间 设计的苦头计吗 事后杰弗里爷爷带着女主参观了他的家 也进入到他几十年来深藏的秘密之屋 这所藏满了画作的房间 至此两人彼此更加坦诚 在餐桌上杰弗里爷爷宣布 自己将在伦敦主持人生最后一次拍卖 然后完全隐退 跟女主一起蜜月旅行 当杰弗里爷爷完成最后一次拍卖 回到家的时候 眼前的一幕却让他双腿一软 他毕生收集的杰作全部被搬空 一副的不慎 难不成到手的女主 竟然是给自己来了个仙人跳 吃喝闪 而旁边放着那个所谓的机器人 显然这个机器人除了一开始的几个零件可能是真的以外 之后大部分的零件也不过是现代工艺的复制品而已 受不了打击的杰弗里爷爷来到了老房子 所有的东西全部都被搬走 街对面的小侏儒亲眼目睹了这一切 女主在大街上出现了372次 而杰弗里爷爷去房子了66次 每一个数字他都清晰的记得 而他才是那个房子的真正主人 机械小哥的店铺也搬走了 一下子身边的人全部都消失了 很显然是季中兄提供的艺术品 让女主假装社交恐惧症 引起杰弗里爷爷的共鸣 然后用几个真实的齿轮小部件引诱他上当 接着机器小哥在慢慢的组装所谓的机器人 最终三个人联手骗走了杰弗里爷爷的毕生收藏 杰弗里爷爷来到之前女主提到过的餐厅 孤独的等在着 期待着女主能出现 虽然他也可能知道这里不过是女主的谎言之一 可这里也是唯一离女主最近的位置 好了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其实看到这里我觉得我倒是有点同情杰弗里爷爷 虽然一开始接触女主的目的并不大安全 但最终更多的是对女主的那份爱情吧 这份爱情对他来说来的有点迟 而且最后还是一个精心布局的骗局 但最后老爷爷坐在女主曾经提到过的餐厅 孤独的等待 我相信他早已经不再关心他的那些画作了 他更多的可能是想再见到女主而已 如果你没有更多的想法可以留言告诉我 快快订阅及关注我都过来了 获取更多的电影推荐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